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台湾的大闸蟹样本当中 被验出来有代澳新超标 这是来自于桃源市样食场的样本 也因此让大家心生疑虑 还好这批大闸蟹并没有流入市面当中 联合稽查小组紧急的前往采样送宴 并且进行移动管制 这批有问题的大闸蟹怎么来怎么销 食药署等单位还需要扩大稽查 唯一不合格的样本 是来自台湾桃源的养殖场 决点名唯一不合格大闸蟹来自桃源 带恶新超标将近一倍 香港食安中心宣布同一批货禁止入港 而这些蟹就在中立这间养殖场 有没有有没有 对对好 警察人员穿着青蛙装走下水池 将水和底泥装入彩样品带回检验 检验看底泥的那个污染的 是不是有受到污染 能源局甚至发泄这些业者 没有养殖执照就饲养大闸蟹 蔡新业者宣称 年初和大陆进口420公斤的蟹苗 就在池子里放养没有投资料 10月3号 11号一共出货 150公斤到香港就被验出拦截 东西是比较复杂的 这不是我能控制的 那边其实工厂比较多 我是在大马路爬 本来我就是无辜啊 出事9月的报告 强调过去药检或毒素都合格 不过当时业者并没有检验戴药新 把责任推给周边的环境污染 而且强调是因为香港价格好 螃蟹只输出不内销 玩票性质才没升起登记 但大闸蟹被验出戴药新超标 包含蟹苗水质底泥都可能有问题 相关单位持续追查 农业局也全面检验桃园市内 7间养殖业者 只不过入秋了 是大探大闸蟹的好季节 传出戴药新超标 恐怕冲击消费者信心 这几年食安问题连环报 每每重创了台湾美食王国的美誉 还有消费者的信心 事实上全球各国在食安把关上 也都有过惨痛的经验 像是1996年 英国就爆发了狂牛症 使得全球文之色变 而后1999年 比利时还爆发了弹药性污染饲料的事件 也重创了欧盟食品安全体系 跟国际形象 为了重建消费者的信心 欧盟通过一连串 强化食安的管理措施 至于我们的邻国日本 则是在2002年 发生了多起食品味噪 以及标示不实的事件 比如说著名的 悬银奶粉事件 还有进口牛肉 蓄意标示为本国牛肉等等 都造成了社会不安 重击政府的威信 最后也促使了 日本政府导入食品追溯制度 至于台湾 在8月份爆发了 芬普尼毒弹风暴 至今还余波荡漾 远一点的还包括了奶粉 食用油 三聚氢氨等等 数不清的食安事件 因此农委会这几年下来 倡导的就是 农产品产销履历制度 为民众食的安全 作员把关 清洗之后削皮 煮出手上紫黑色细长的 其实是萝卜 五种色彩的萝卜 小薄片之后冰镇 加入生菜 就是适合夏天 色彩缤纷又清爽的沙拉 刚好是运用了五色的 无萝卜 淘成丝 像彩蛋一样的感觉 去把它做成一个沙拉 它的精神跟我们当初想的 例如在友善土地上 然后自然在种上跟食材履历上 其实都跟我们很符合 搭配其他蔬果 做成三明治组合 运用萝卜的色彩与口感 还有在这缤纷果汁上头 这一罐果汁很特别 它上面这个小吊牌就有QR Code 透过手机一扫就可以看到 就是哪一片萝卜 经过怎么样的种植 怎么样的制造过程 变成你眼前的胡萝卜汁 对照瓶盖上的赏味期限 果汁的出身背景立刻清楚展现 而戴桩萝卜的袋子上也有QR Code 可以找到产销履历 旁边更直接附上农民的大头照 这是信心 负责也是展现价值 在去年有一个我们种植的胡萝卜阿伯 他就很高兴地告诉我说 他孙子在超市上 有发现他阿公种的一个胡萝卜 我觉得这是台湾 未来农业的一个真正的价值 云林东是市全台最大胡萝卜产地 王文鑫正为器座商第二代 从为了节省人力到日本了解采收机 看到日本农业进步 也看到台湾的机会 回台成立产销生产合作社 初期说服120位农民加入 不过这更做的观念可要慢慢改 成立第一年 农药残留检验不到一成通过 慢慢地开始介入了田间管理的部分 包含种植跟检验土壤跟水 再来药检的部分来做管理 生产合作社前大户贵忙着装箱 2010年开始台湾东市的胡萝卜 通过欧盟的Global Gap 而且检验400种农药都没有残留 成功外销日本 最高记录出口100个货柜 从第一年产量约7000吨 慢慢地加入合作社的农民 增加到200人左右 气座面积来到150公顷 每年产量约有9000到1万吨 其中外销占20% 他们创立品牌逐渐打开国内贩卖通路 甚至早已不再盲目种植 而是先看客户签约 确认订货数量再生产 也会期望说他可以供应我们消费者足够的量 所以我们也会在讨论说 有没有进一步合作的可能 学者指出就像是纽西兰奇异果 亲全国之力打造品牌 台湾农业下一步可以透过小农合作 克服劣势 集合大家的力量去做品牌 去打通路 买好的价钱 维持好的品质 锁定一些目标市场 就是愿意花比较高的代价 去买好的东西的消费者 透过品牌提供识别度 让消费者知道好的东西在哪里 而台湾农业要提升价值 如同东市胡萝卜 学者建议应该朝全面建立 可追溯制度方向去努力 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 不能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 所以中文要有一个制度 让每一个从生产到消费 不管它中间经过几个阶段 这每一个阶段都要负起责任 像由小农结盟建立合作农场 或是地方农会的产销班 其实也能有所发挥 跳出销价模式 要和全球产品竞争 台湾的农土农金 要靠品质来胜出 根据一项2017年的食安大调查 有高达54.2%的民众 他们最关心的议题就是 到底有没有使用农药 而民众认为比较不安全的食品 又以家庭跟家畜类的比例是最高的 分别占了41.7%跟37.5% 尤其台湾人很喜欢吃鸡肉 一年可以吃掉多达73万公顿 根据农委会调查 光是这个国民小吃鸡排 一天就可以吃掉25万片 相当于10座101的高度的 然而要吃得安心 一座安心农场 还有一份政府挂保证的生产履历 到底要通过哪些严格的把关呢 马上带您一探究竟 备战禽流感 毒弹风暴 所有养殖机场奴隶大敌 在日前的分扑尼事件中 只有获得CAS 以及产销履历认证的机农 全身而退 CAS台湾优良农产品标章 大家不陌生 但现在号称是 CAS2.0版的产销履历 又是什么呢 所谓的生产履历 就是所谓从产地 加工 流通到零售商 所谓的一条线 所有的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 那一定是要有一些 被经过合格 就是政府合格认证的检验单位 来去做监督检验的工作 但要怎么去辨别 一项产品是否具有产销履历呢 那最大的差别就是它会有一个 产销履历认证的QR Code 它有一个条码在里面 所以其实这是没办法防茂的 所以其实很简单 你还担心的话 手机一扫 你就连接上去 你就可以知道什么 你就知道 这个产品是从哪里来的 通过政府认证的产销履历 其实从生产 加工 运输 层层关卡 都需要经过检验合格 以云林这座取得生产履历的机场为例 是以欧盟标准在做生产管理 饲料与科研调配 从机枝种源 养殖 到含有HLA认证的屠宰过程 都需要经过检验 才能取得机枝生产认证 我们是一条龙的作业 从饲养 屠宰 然后加工 然后伴授 为了让消费者吃的安心 所以我们都有盈控的法官 这还只是机枝部分 如果要制成加工品 进入加工厂的过程 更不可以有丝毫马虎 生产好的成品 进行分装以及运输出货 确实做到层层把关 假设政府这样做 它整个施安 它可以做一个保护罩做得很好 那对我们的消费者来讲 它是很安全的 因为要选择这个产销履历证明 我就确定这个 从我们所谓的 从产地到餐桌 都是安全无益的 推动产销履历的好处是 政府确实负其把关之责 不仅仅消费者吃的安心 对业者来说也更愿意 投入更多金钱以及心力 来改造现有的环境 建立让消费者安心的招牌 活络整个市场经济 而做好每一个环节 才是产销履历制度最大的挑战 好 那么有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 如果有疑虑的话 当然希望政府能够帮我们 好好的来把关 而以这个芬普尼独蛋事件来说好了 有CAS认证的这些养鸡场 是全数过关的 好 但是在CAS之上 更为严格的则是产销履历认证 这又是怎么样来把关的呢 我们今天在现场就请到了 农委会训目处副处长 王忠树 王副处长 好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我们要介绍的是 袁静庄营运部经理林梦慧 梦慧经理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我们知道你们刚刚得奖 对不对 第六届女性创业精英赛的 精英组冠军真的很不容易 主要的得奖原因是 你们就是把一些科技的设备 引进到这个序幕的产业 然后提升了整个食品业的 一个水准 好 我们等一下要好好的 来跟您请教一下 你们的信念之谈 不过我们回到我们刚刚 一开始的这个话题 2017年5月份才刚刚做完的 这个食品大调查 食安大调查 那么受访者他们觉得说 到底他们对于食品安全 认定的要素应该具备哪些 第一个您看到了 就是58.3%的受访者认为 应该要具备有相关的认证 不管是CAS也好 产销履义认证也好 只是他有时候还知半解 我们等一下请副主长跟我们解释 然后接下来 43.8%的受访者则认为 很需要一个可信任的制造厂商 因为这是一个断定的标准之一 再来有39.6% 认为说可信任的产地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其中以家庭 家储 相关的认证又有哪些 副主长是不是先来告诉我 我想这个调查其实是蛮正确的 不过我还要澄清一件事情 就是今年是鸡年 但是很不幸的 我们今年鸡呢 事情特别多 从年初的禽流感到后来 带奥型鸡蛋 芬普尼鸡蛋 甚至后面的还有 苏丹宏的鸭蛋的问题 我们都证明了一下 当消费者对于续情产品 事实上是有很大的危机的 一个信任感 不过我在这边要澄清一件事情 其实农委会在每年都会有 对续情产品做市售的一个检测 其实连续几年下来 其实续产品的合格率 其实是很高的 大概都可以达到99% 其实在农委会 我们有一个法令 叫做农产品生产验证管理法 那这个法令里面 它其实它有三种标章 不只是这一个 我们常见的所谓的CAA史 还有生产履历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有机产品 其实产销履历 它是从生产端 它就做成一个最重要一件事情 它就叫可追溯性 就是说你今天从生产端到加工 到铺货的销售端 它整个都要经过验证 而且它都有一定的 所谓的生产作业规范 你要符合规定以后 你才可以取得标章的验证 CAA史它基本上 它是做得比较早 它已经有30年以上的历史了 它最重要一件事情 它是对于生产端的来源 来源的一个农产品 它事实上它只要是清洁干净的 没有维持生产端 它并没有做到追溯 那我们再来看看 同样的这个调查 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消费者认为说 到底什么样子的因素 可以有效的来保障食安呢 您看到有65.2%的人认为 源头管控真的很重要 另外5成6的设防者认为 重建生产管理履历这件事情 对他们来讲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参考 再来就是有5成4的人认为说 应该要提高政府的查验能力 有关于源头管控 目前政府做了哪些动作 那事实上 我们现在做的源头管控 用专业的术语 就是做这个产品 它必须要有溯源的一个制度 来辅助它 那溯源它就说 你这个产品在这个牧场 在这个农场生产出来 你到了初级农产品出去的时候 就已经标示 你这个来源是从哪里来的 然后接着延伸下去到加工段 这叫做可追溯性 所以我们会建立一些 资通讯的网站 让消费者可以透过网站 简易的方法 甚至我们现在常用的QR Code 来去检视 去查询 对业者来讲说 您为什么觉得说 还是必须要拿到 这个产销履历认证才行 而不是只有停留在CAS 您当初是怎么样的起心动念 我们现在看到 产销履历制度之前 像序幕初他们 大概我们付到我们10年 有10年之久 10年之久 对 所以CAS它是一个 我们在讲的 它在业界算是一个高标 已经算高标了 那在产销履历上面 它更有 还要再更进阶了 更进阶 所以我们叫做Super Super的一个standard 它不是任何一个体制 可以去做作假的 因为就像副处长刚刚提到的 他们常派集合员 对 他们的头脑非常的好 眼睛非常的利 所以如果有遇到 遇到真的 不能够 不能够马虎的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上面 其实真的是投入 很大量的一个精神 其实农民 它在做产销履历记录的时候 你说地上长出来的 它说什么时候要长大 什么时候收割 这算是简单的 但是会动的 会动的野物这一类的 他们就比较困难了 为什么 它今天吃了多少水 饮用了多少的一个饲料 吃了多少饲料 我们都有记录 从我们这边去做养殖的动作的时候 它每一个关节 每一个环节 它都去掌握 比过北比还要困难 对 所以它是每一支都精选 每一批都有一定的一个 审核的标准 所以你说它困不困难 它真的很困难 所以要做到每一支鸡吗 每一批 每一批 因为它这个是同种生长的一个特性 当我在同一环境 我喝同一批水的时候 当我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整批都有问题 所以他们检验也是很残忍 你知道一支有问题 就是认定全部都有问题 全部都不行 非常残 非常苦朽 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 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 农民不愿意 投入这么大的生产成本 为什么 因为消费者市场并没有给它 付那么多张 同样的回报 对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一进高科技的养殖 因为你这样科技化的养殖 你利用IoT Think-to-Think的这个方式 我把这些物体的一个传导方式 用Sensor的方式 直接记录下来 我在记录的地方 第一个它不能造假 你不能传改数据 第二个它可以 就是对我们的观众 我们的消费者 他是有一个交代 很清楚的一个 checking的一个数据 那我的计合员来的时候 他除了现场抽检之外 他也看data 首先我先说明一下 其实刚刚这个林经理讲的 已经蛮值得的 但我要补充 那因为这个 袁静庄这家公司 其实基本上 它是农委会辅导师年 但是不是是辅导而已 而且我们是引进最新的东西 都是在那边做实验 其实在两年前 农委会就开始做了一个新的 叫做农业生产4.0的一个计划 那也现在呢 我们就称之为 简单称为它叫做智慧农业 那智慧农业呢 其实就是利用最新的 知通讯的一个基础 来鼓励 那在整个畜牧业里面 我们必须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从农企业为主体 从上跟下来做整合 所以这一次呢 他们来申请的时候 其实通过农委会的一个 整个审核的机制 他们是达到这个机制 选择标准以后呢 才开始做 生产段我是群体管理 但是进入了屠宰端的时候 因为则是个体管理 所以每一只鸡 它杀完以后 都要经过我们农委会派驻的一个 图检受益师来检查 检查的过程之中 你只要不合格 是足肢检查 所以这个部分在整个品管上 我们都没有问题 那刚刚跟你讲 那生产端到底要怎么去管理 其实现在农委会 我们最care的几件事情 第一个 除了大家常在讲的就是说 我们饲养过的过程之中 可能会遭遇到 常碰到的就是药物残留的问题 还有免疫的问题 甚至飼料是不是含有不干净 或者有害物质 这个都是在固定的监测 所以他们才会讲说 你吃料吃多少 水喝多少 这个东西要记载 其实累积下来就是你的成本 所以这就是利用 这个资通讯的一个计划的收集 在经过大数据的分析以后 他们会告知农民 对业者来讲 也收集了一个大数据 对不对 好 我们稍等一会儿 还要继续请教的就是 刚刚提到的这个智慧农业 科技农业 到底现在占比有多少 还有就是这些饲料 水源 有多么讲究 我们马上回来 继续深入了解 请别走开